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现代人手机不离声 随时都想要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 就有如像是大脑遭到骇客入侵 潜意识当中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想要看手机这个动作 专家说 这其实就是跟社群网站 以及手机的APP业者 他利用了一个心理学上的技巧 抓住你人性的弱点 才会让你这样无法自拔 到底是什么样的弱点 让人轮为是科技产品的奴隶呢 请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没事拿出手机查看 成了现代人生活习惯 看似平常的行为模式 成为科技带来的隐忧 明明不需要用手机 还是会想拿出来看 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宛如大脑遭到骇客入侵 现代人手机中毒问题越来越严重 可能中了科技公司的圈套 许多网路公司 手机APP业者 靠着广告赚取收入 为了增加广告扑光率 必须想尽办法抓住使用者的目光 联署首任总裁 席恩帕克 解释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年轻时就当起少年骇客 西恩帕克对网路撩弱执掌 他表示利用心理学技巧 抓住人性的弱点 能够让使用者沉迷 无法抵抗科技产品的诱惑 许多年轻低头足手机不离声 无法想象没有科技产品的生活 但是科技产品究竟要如何利用人性弱点 骇进大脑 掌控使用者的行为模式 这跟大脑的运作方式有关 人类大脑会分泌多巴胺 借此获得快乐的感受 很多人类原始本能的行为 都是受到这个机制驱使 所以会不停渴望 一再从事这些行为 随着科技产品越来越普及 人们对手机依赖性也越来越高 扫描图显示出大脑奖励机制 正在运作的区块 这种大脑反应威力强大 甚至能够让人上瘾 就像滥用药物无法戒断 就像吸毒停不下来 从事赌博等行为 也有可能会成瘾 只要把赌博的特性融入科技产品 同样会令许多人无法自拔 行为主义大师史基纳 曾经用鸽子进行实验 发现不固定的奖励 更容易让人上瘾 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获得奖励 会让人更想要努力尝试 就像每次刷新社群网站的页面 有时候会出现吸引人的内容 有时候却什么也没有 因为内容不断改变 对多数人都非常有效 另一项人类大脑内建的心理学机制 是损失厌恶 比起收获 人们更害怕失去 手机APP Snapchat 其中一项功能 就是利用这个人性弱点 国外青少年流行的Snapchat 全球有超过上亿使用者 其中一项功能 会统计跟好友连续互动的天数 利用游戏化的机制 提高用户使用率 此外社群网站页面 总是看不到镜头 其实也暗藏玄机 只要看不到镜头 人们就不知道适可而止 不知不觉会想要一直看下去 除了社群网站外 许多影音平台 会在一旁推荐相关影片 或是自动连续播放 人类潜意识中 对于能够引发强烈情感的内容 也更加欲罢不能 所以心 山色的题材 经常能够获得更多版面 一切都是为了抓住 更多使用者的目光 人类大脑遭到控制 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容易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进步 充斥在生活当中 未来可能更难察觉 科技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 还有行为模式 人类也应该有所警觉 做好准备 才不会在无意中失去自我 沦为现代科技的奴隶 许追逼